第二雙真的好像不用多說 好啦就這樣說 因為已經賣太好了 我今天自己就是穿這一雙來 那它就是有一種像鮮露瑞拉的感覺 就玻璃鞋的概念 因為其實之前我一直一直在找一雙透明的高跟鞋 透明袋子的高跟鞋 然後呢 一直就屢屢失敗 我也是買過一些很慘的 失敗的 失敗的點 第一個就是它的袋子會非常沒有質感 就是它的袋子會 因為它是快時少 我可以體諒它 就是 很像是自己剪的 就是那個透明墊 因為很薄 就會刮腳背 其實說實在就是你走一走之後 你腳背就是這個邊緣 就一定會被刮到 很痛 直接變成凶器 對 然後因為這雙我昨天就有一個朋友 他穿出去就是超過 應該超過十個小時有 然後他就 他就 晚上喔 他晚上遇到我一次 他就跟我說 真的很好穿 就是不會刮以外 走路起來更又很穩 然後結果半夜兩點多 他就傳一次給我 欸你的鞋真的 他還在穿嗎 十點傳一次 兩點再傳一次 對 超好笑的 我們的透明片 它就是 不是我們剛形容的那一種 它是定製的 所以它的這個寬度 跟它整個的這個邊緣 通通都是圓滑的 因為它就是一整條 是我們定製的寬度 對 所以不是任何的 就是自己這樣隨便剪 你就可以做成一雙鞋 好不好 而且是故意做三條 因為我故意做三條是 兩條 那時候就有在討論說 要做兩條還是三條 但是兩條怕 就是我們女生這樣走路的時候 那個 那個抓 抓住腳 對 那個力量不太夠 就這樣 然後你可能會這樣 對 然後它的那個 第一條跟第三條 你可以看第三條是斜的 它這邊是這樣斜上去 對 它不是三條都一樣 等一下你看我們穿上 你就懂說為什麼要這樣 它是有符合人的那個腳板 因為你想如果三個這樣平行 就不美了 不美 而且它一定會 有一條會有那個 空氣的感覺 對 我們是完全服貼你的那個腳背的線條 真的 然後斜跟呢斜跟 斜面美了之後 斜跟也不能亂找 那一位太太在頭上 他想說好可愛 我現在正對面的有一位太太在 不是他在介紹的太 太喜歡 太想的感覺 不然來試一下 我試一下好了這樣 你看喔 因為我們 透明跟 美美美美 不行 我們一定要很先細 你看 它是扁跟 側面是細的喔 但是很穩的元素 是在它後面 是 就是 整個這樣 它夠寬 好好看 然後再來 已經有人試到走到那邊 對 我以為還真的在試穿耶 他走去那邊露鏡子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那個 腳 拇指也不會跑出去了 因為有加寬 這個方形是有加寬的 就是你的腳掌會剛剛好在這邊 不會這樣跑出 你知道路上很多人腳在地上磨 就是都這樣子 這樣也舒服啦 其實今天每一款鞋都是為了舒服 唯一個最最基底的才去設計 而且這個一樣 因為如果做尖的一定很不舒服 也是除了瑜伽服不能搭 其實它都可以 你現在穿起來 你覺得體感高度大概是幾公分 我覺得很 是一個很舒服的 四五 超五 對 就是很舒服的 不會覺得你的腳癲起來的那種感覺 就是可以跑的耶 有人換膚色 膚色偏黑或偏深 會推薦什麼 選什麼顏色 這個 這個沒顏色啊 我覺得沒有差耶 但是如果你自己是健康膚 我反而會推薦膚色 因為我們工作室有一個比較健康膚 他喜歡去潛水什麼的 他穿膚色好好看 很像真的是他的腳的那種感覺 所以是無限延伸 我覺得很美 有看到那個骨頭很凸的地方嗎 板娘是拇指外翻 然後十公分 十一公分 十一公分 真的是很不簡單耶 十一公分被你不要穿 然後你要 現在記住這畫面喔 這樣子喔 然後漂亮的 你看 很兇勢耶 就是完全是 會變直直的感覺 還好最近有練瑜伽 後來你變得很好 很強耶 怎麼弄得到耶 可是這真的很穩 這真的單腳站都沒問題 懂了吧 然後我現在穿上是不會有任何的 就是我的拇指外翻被壓破 然後會痛 是不會的 完全不會 我覺得他看起來啊 就是如果你走在路上 或者是你去某一個聚餐什麼的 你的就是黑心的同事一定會向你說 那我就等一下看你怎麼怎麼再繼續認識的 對 想說奧氣公分 因為他看起來是 像耍漂亮 好像耍漂亮的那一種 但其實他不知道我們自在 說不知 我現在都沒有用力喔 現在人什麼都沒有用力 核心也沒有收緊 還是站得很好 真的嗎 欸我剛剛 欸因為平常穿上生前 就是一定要這樣 然後屁股要夾緊啊 用力什麼 沒有我現在就放超松 還是可以走路 那真的很穩啦 真的很穩